同學是試吃風味乳酪斯汗周邊的商品直乎好吃 原位圈行國際食品創新育成中心產學合作 運用台灣生乳做成乳酪不再依賴進口原料 並且結合台灣農特產的元素 發展為多元商品 因為前兩年的疫情 所以他們感到有一些危機 包括成本的提升等等 國外也只有一種口味 所以他希望能夠把彰化在地元素 因為他是彰化廠商 現在能夠把彰化在地的一些風味導入乳酪裡面 那有自己的一個製程 那將來也會有多元化發展 甚至可以擴充全台灣各地特色的風味 水果、蔬菜等等 原位圈行是彰化在地的廠商 疫情期間遇到原物料進口時間難掌握的問題 尋求學校的合作 研發團隊是運用台灣乳原當原料 建立製程並開發商品歷史一年的研究成果 除了研發老紹鮮的乳酪條 並將乳酪磨成粉添加入餅乾當中 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喜好 歐美的乳酪都非常非常非常悠久 大家都是幾千年的歷史嘛 也非常的有名 那台灣的乳酪要怎麼樣去能夠讓這個國際市場 不要說國際市場 就是連台灣人都要能夠有所認知 有所能夠吸引到他們來注意來購買 那勢必可能就是我們跟這個大大大學這邊的思考的方向就是說 那我們勢必要賦予它比較獨特的風味之外 能夠有更多的在地的元素 能夠導入到這樣的一個商品裡面 它可能可以跟乳酪一起下去做發酵 不過在剛開始做實驗時並不順利遇到了溫度調控 凝固時間如何成形等問題 每一個步驟都經過反覆試驗才找到最適合的條件 我們在試做的過程就是整體下來 我們也花了大概將近半年的時間 然後也做了將近上百次這樣子 就是從凝固的溫度啊時間到最後的成型 就前前後後加了加上來這樣也試做了幾百次 然後將近半年的時間這樣 感謝廠商獎豬血精的贊助 那也因為這次食物的經驗 讓我們呢可以順利的就是廠商預約我們 希望我們越來可以跟著去上班 越有在地特色越能國際化 業者也希望這個具有在地特色的產品 能夠走向國際 成為另一個台灣之光